1 2 3 4 天啊 這邊有個大溫度計寫的現在是復古度 我發現這邊的賣店上面寫著台日友好 如果你喜歡日本旅遊或對日本生活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YUI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影片開始 Ohio 我是住在日本的台灣人YUI VIVI 我昨天去那個雜黃雪季的時候遇到他們兩個 然後說我也要來知乎湖的冰桃季 那我本來是自己要安排搭車過來 但他們要自駕 我就搭遍車 Lucky 那知乎湖好像是北海道最大的不動湖 超漂亮 超美的 然後我們晚上要去冰桃季 聽說那邊點的也超漂亮的 就帶大家一起去 Dewa 行きましょう 這次要去的千歲知乎湖冰桃季 號稱是北海道冬天的四大雪季之一唷 那提醒一下這支影片是去年 2023年拍攝的 今年2024年的冰桃季 預計在1月27號到2月25號舉辦 高中生以上的票價是500日幣 國中生以下不用入場費 那交通的部分 如果是自駕前往 會場都有停車位 那如果是搭車前往 可以在新千歲機場或者千歲車站搭公車 千歲知乎湖縣前往 今年冰桃季的官網和公車時刻表 預約都幫大家整理好放在說明欄 有需要的話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服裝建議 畢竟會場就是一堆冰柱冰牆 真的非常的冷 如果要待到晚上看點燈的話 建議裡面穿著最強的發熱衣和發熱褲 外面再加上後外套 帽子、圍巾、手套、耳罩 最好都要戴上 尤其是耳罩 不然耳朵真的是會忍到很痛 鞋子的話我們三個都是穿著雪靴 沒有雪靴的話至少要穿 防滑防水的鞋子 裡面再塞一個鞋子用的暖暖包 那都準備好的話 就跟著我們一起出發 去欣賞冰桃季的美景吧 雖然知乎湖是不動湖 但是我的手已經解凍了 整個變成紅色的 超冷的 北海道的豪雪區域 抓到這樣子用這個擋住 才不會雪崩 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開了快兩個小時才到 北海道路上美景太多了 我們一直被美景綁架 現在剛有拍那個摩埃 還有那個很美的機戶湖 然後我們現在終於到冰桃 Mazuri這邊了 那這邊有一些商店 有賣吃的喝的 也有一些熱飲可以食用 我吃一口 我看一下炸 炸饅頭 四點的北海道太美了 好美喔 那邊有聖誕樹 北海道還在過聖誕節耶 昨天也看到很多聖誕樹 還有一種 而且它變紫色 它變紫色了 而且這個天然就是藍色的耶 它變紫色了 這邊入場寸是500塊 哇超級美的耶 好壯觀喔 它這邊是在記錄這個 怎麼製作冰桃季的過程 是用這個樹木這樣子 去一個一個架起來 然後再淋水上去 哇塞好壯觀喔 這個隧道超級高的耶 先架上去之後 再把枝架拆掉的感覺 要把這個冰柱做那麼高不容易耶 好奇怪喔 就是這邊雪是白色的 可是冰是藍色的啊 這裡竟然是可以看到那個 非常經典的角度 可以拍照的感覺 一整圈冰跟天空的樣子 好美喔我的天啊 聽說這個是用支護壺的水 這樣子噴上去的 哇你們看這個噴出來的 這個紋路 還有這個高度 哇 這邊有個大溫度寄寫的 現在是復古度 好美喔 你還好嗎 不會痛 真的不會痛喔 我好像臭到屁股 你這樣拍到你的Youtube就有錄到 我有錄到喔 你有錄到喔 給我 我錄到 不確定 你們先進去我等一下 我想要拍 天啊你這樣害我很愛拍 不想要聽我 要聽我 你看他就知道 看見我 就他就吃了 看了 在還有附近看見我 那看見我 吃了 他在上面不是一般的吃啦啦 他是有很多個冰塊連在一起的 這個是不是就是掉下來的 哈哈哈哈 這一線是不是掉下來的 哈哈哈哈 這邊也跟陳雲霞的那隻貓一樣 上面有貼很多的 五元硬幣 十元硬幣 跟一元的硬幣 這裡應該是一個小小的神社的概念吧 對 他說去年是鳥居 哦 去年是鳥居 今天是 知戶湖冰濤神社 中文字幕組織 這邊這個洞可以看到那個耶 他的指甲 那個畫素的指甲 哦 發現這邊的賣店上面寫著 台日友好 原來我們已經進攻到北海道了 對 我們要回去的時候剛好遇到飄雪 哇 我們現在要回城了 然後發現這個車鎮超級大排長龍 都是要去看那個冰濤季的 開幾公里的啊 很久 應該五分鐘以上 好醜 好醜 還好我們下午就去了 建議大家也是 下午到晚上 然後差不多六七點就可以離開 因為 七點六點 六點的時候就有很多那個 觀光團進來了 還有觀光團在家 還有觀光團 對啊好可怕喔 欸 看不到鏡頭耶 掰掰 那今天這個知戶湖的冰濤季呢 場地我覺得不算大 然後他 但是他的入場費只要五百塊 其實還蠻便宜的 那進去也不會非常擠 我們是下午四點左右進去 然後晚上六點多出來 所以場地不會非常的擠 但是在我們離開的時候 就有非常多觀光團 然後很多車在大排長龍 所以也是蠻建議大家可以下午就去 反正白天的景其實拍起來也蠻美的 白天晚上都拍一次收穫兩種 我覺得很滿足 這要五百塊很值得 這次北海道呢還有去另外兩個 也是雪姬 一個是Sapporo Yuki Matsuri 然後還有一個是呃 陳雲霞冰鋪 對冰鋪跟今天這個有點類似 但也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其他北海道旅行的影片 那玉玉的頻道平常在分享日本生活 還有日本旅遊 所以如果你喜歡日本還有旅遊的話 一定要記得訂閱玉玉的頻道喔 然後也可以去看看其他影片 北海道這三個雪姬 哪一個你最喜歡 也非常歡迎在留言欄告訴我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留言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其他更多 精彩的日本旅遊影片喔 那不喜歡就有約再見 我是羽麻大捏 掰掰